全球总人口约有20%是华人 绝大部分居住在华语国家 不过仍有超过6000万华裔人口 散居世界各地 其中不少华人 已与所在地区的社会融为一体 本期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世上拥有最多华裔人口的5个国家 新加坡 新加坡400万公民中 有高达76%的华裔人口 换算下来 每4个新加坡人 就有3个拥有华人协同 不过新加坡是一个国家认同感非常强大的地方 这些华人通常不会以华裔自居 而都会将自己视为新加坡人 早在19世纪前 新加坡就已经有少量的华人移民 不过当时主要人口以马来人为主 华人数量真正大增是在清末时期 那是个欧洲列强进军亚洲的时代 葡萄牙与西班牙等国家 纷纷在东南亚开辟商户 列强殖民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人力 而中国就成了主要的劳工来源 回到那个动乱的年代 来自世界各国的前客们 在中国沿海城市诱骗年轻人 前往新加坡等南洋地区工作 要他们签下如同卖生气的出海工作契约 飘洋过海到了南洋 这些可怜的中国劳工才发现 现实与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他们在当地被灭称为猪仔 没有法律保障 薪资酬劳极低 由于生活环境太过恶劣 不少人因此克死异乡 但也有许多人挺了下来 成为新加坡最早的华裔移民 随着时间过去 新加坡在英国的扶植下 经济快速成长 契约劳工制度也顺应世界潮流被废除 越来越多华人前往新加坡工作 历经几代繁年后 在当地开支散业 最终在新加坡独立 并取得漂亮的经济成绩后 他们也得到了祖先当年向往的美好生活 美国 美国是一个人种丰富的国家 3.3亿人口中 超过500万人属于华裔 是美国亚裔人口中占比最高的族群 美国华裔人口大多分布在纽约都会区 旧金山湾区和大洛杉矶地区 其中不少人靠着拼命念书与努力工作 在美国取得很高的社会成就 但华人族群在当地也有过相当辛苦的历史 美国首次华人移民潮发生在1820年代 但真正大规模移民则是始于1850年代 当时美国正值掏金热 许多基础建设也蓬勃发展 劳力需求无比巨大 与此同时 遥远的中国却正经历太平天国动乱 许多家境贫困的百姓为求温饱 不得已之下 只得跟前客签订不平等契约 离乡背井跑到美国当华人苦工 随着一路的华工越来越多 美国社会开始出现歧视风气 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禁止中国移民 直到1950年代发生民权运动后 才废止歧视性法条 50年代期的美国已是世界第一强国 有大量的华人奔着所谓的美国梦而来 促成历史中的第二波移民潮 这些人到美国求学后便留在当地工作 逐渐在市郊组成华人聚落 这些华语移民第一代往往说着中文与家乡方言 不过几代人下来 他们的子孙在生活方式和语言上 几乎已跟寻常美国白人无异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华人在该国总人口中占比22% 是所有华语族群里最热衷保有中华文化的群体 他们多数通晓三种语言 分别是中文、英文与马来语 不少人至今仍能流利地使用家乡方言沟通 如闽南语、客家化和粤语 马来西亚华人的移民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 当时中国与马来群岛在商业与文化上交流密切 明代正和下西洋多次在马六甲停留 直到现在当地还留有与正和有关的遗迹 当时有些华人就此定居下来 逐渐与本土文化融合 成为名叫巴巴娘惹的新民族 第二波移民潮跟前面提过的南洋殖民史有关 大量的华工被从中国输送到马来亚半岛当苦力 这导致当地华裔人口快速上升 后来这些人也参与了马来亚独立 与马来西亚建国运动 时至今日 华人已是当地最重要的民族之一 但近年却有人口占比降低的趋势 一个原因是华人生育率低于其他民族 其次马来西亚政府曾推出一些不利华人的政策 导致不少人移居海外 加剧了该国人才流失的问题 印尼 印尼是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国家 其中华人虽然只占3% 但因为总人口基数大 华裔人口数量能排到世界第二 印尼最早的华人移民潮发生在荷兰殖民时期 但与前述被当成苦力的华人不同 荷兰人早期认为华人聪明又勤奋 可以帮忙管理农场 因此当时的华人移工 在印尼的社会地位仅次于欧洲白人 远高于当地的原住民 这种歧视做法 虽为华裔移民带来不错的开局 却也撞下当地人与华人之间紧张关系的原因 在核治印尼的中后期 当地华人经济活动越来越蓬勃 这让荷兰主政者感到威胁 后者开始转向高压统治 甚至寄出残酷镇压 收紧统治力道的做法 虽让荷兰人暂时保住江山 却也将华人族群推向印尼本土的民族运动 在印尼独立后 拥有较多资源的华人 进一步控制该国经济 没想到却引发大规模排华运动 20世纪中后期 印尼政府为了获得大多数本地国民支持 颁布了多项歧视华裔法案 像是要求全部华人改为印尼姓氏 而且禁止说中文 当地华人群体陷入黑暗期 只能默默地保有祖辈的方言与传统文化 幸好在21世纪以后 印尼政策有所改变 华人得以合法地学习中文 甚至进军政治舞台 这让该国当前近千万华裔族群 逐渐得到久违的归属感 泰国 泰国是世界上华裔人口最多的国家 约占总人口数的11-14% 不少人来自中国广东潮汕地区 由于华语与泰国本地人通婚现象相当普遍 后代也多以泰国话作为母语 当前泰国华人以高度融入当地社会 在商界和政界的要角中 不少人都是华裔 就连泰国王室也有华裔协同 早在14世纪 就有华人渡海抵达泰国 16世纪泰南地区已存在华人聚落 17世纪时 泰国总人口数 就有高达一成是华人 1776年 泰国一度遭到缅甸占领 当时起身反抗的军人郑昭 是广东与泰国的混血儿 他在收复泰国后建立吞吾里王朝 由于自身的华人协同 他在当政后 鼓励潮州人前往泰国经商与啃直 即便后来改朝换代 下一代的君王也有着闽南协同 华人在泰国因此如鱼得水 开枝散叶到每一个城乡角落 当前的华裔泰国人几乎都会说泰语 许多人甚至不会知道自己有华人协同 不少人在政治与商界都有杰出表现 为泰国的发展贡献心力 总结来说 除了美国这个融合无数民族的强大国家外 绝大多数海外华人的牺牲之所都在南洋 原因涉及民族文化、语言及历史脉络 不少人现今已完美融入当地社会 恐怕就连自己都不知道身上留有中国人的血液 好了 这集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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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